大家都知道 在最近 是 這個亞太城市高峰會 正在高雄如火如都的執行中 然後剛才石頭在前面也收到 今天有來自102個城市 將近1000多位的貴賓 來到高雄 但是 有一位貴賓 他 速度比較慢 在今天為止呢 他只派出了 他的替身 來到高雄 現在呢 他就在我的手上 但是過一陣子呢 大家呢 就能在高雄的港邊 看到 比這個 大很多的 誰 黃的小鴨 小黃鴨 有多大呢 有這麼大 剛才呢 這個 瑪莎特別交代 這隻是他的 又還要還他 沒有關係 因為 在9月 全高雄的朋友們 都擁有 這麼大的小黃鴨 好 好 好 關佑呢 已經在心裡呢 就是做了計畫 呃 你覺得 呃 這麼大的一隻小黃鴨 可以做多少的鴨肉點檔 你不要那麼殘忍好不好 好 因為 我們上一趟去 香港的時候 這隻鴨也在香港 但是沒看到 然後這次 他 有來高雄了 所以一定要來高雄 跟他 玩一玩 看一看這樣 那五月天呢 在這邊呢 就跟大家 約好呢 要記得 再回到高雄 來看小黃鴨 好嗎 好 好 呃 大家呢 今天很開心 再度回到高雄 然後 呃 有很多的歌曲 想跟大家一起唱 然後 呃 今天天氣滿涼快的 今天在高雄的 小心 夏天 那個下午很熱 我知道 因為 現在很熱 什麼 現在很熱 我發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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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 真的來自玄界各地的人很多 有很多我聽不懂的語言 我知道大家這個 有很多的朋友在下午 就已經來到這邊的五月天 甚至前一天 然後 前很多天 然後就來到這邊 然後 呃 當然今天下午非常熱 不過 晚上的港邊 是非常涼快的 然後 所以 五月天今天有力氣 再多唱幾首 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啦 就算沒有力氣 五月天還是會 還是會用力的唱的 接下來這首歌 我希望大家如果會唱的話 跟我一起唱好嗎 來 聽前奏 你們就知道了 好